这样的人竟然叫大阿哥 这当然让大家觉得过去的七年半的 传英文的职责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游重庆 所有的灰犀牛效应还有黑天鹅效应 如果您不明白我在这先说一下 而台湾政坛是充满了灰犀牛以及黑天鹅效应 所有的灰犀牛是这个事情本来就会出现 而且你也大概知道它会出现 可是你没有注意到 结果它变成是一个巨大灾难 这叫灰犀牛效应 那如果是黑天鹅是你怎么样都想不到 而且完全超出你的意料之外的 称之为黑天鹅效应 因为至少长达人类有数千年以来 一直认为天鹅就一定是白的 从来没有想到天鹅有黑的 结果到了18世纪才发现 澳洲有黑色的天鹅 而且物种学家从实验的角度来看 发现它们真的都是天鹅 只是黑的和白的这种差别 而不是另一种物种 所以天鹅真的有黑也有白 那么这样的世界就被称为是黑天鹅世界 就是你在想象之外 是无法按照你原有的逻辑 可以得知的称之为黑天鹅 整个台湾的黑天鹅世界 以及灰犀牛世界还真的不少 并且是在正常上经常发酵 我们看看郑文燦 就是属于这样的一号人物 郑文燦的风流事情 到底是灰犀牛还是黑天鹅呢 我必须说 有的部分是灰犀牛 有的部分是黑天鹅 怎么讲 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的外号就已经叫做西门燦 所以他的风流运势被爆料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他有正常的风流运势被拍下来 好比他在旅馆的那一桩事 那么我认为这叫做灰犀牛世界 是台湾本来就会发生的事 可是如果他跟很特殊的人在一起 而且这个人是你想都没想到的 并且事情还能够找到证据 比如说录音带 比如说还有录音带之类 那这就叫做黑天鹅了 郑文燦 他可以从2011年 一路到2023年 12年里面被爆料三次 这三次都和陶色有关 而且这个陶色的爆料 还包含着他与黑道人物 或者是诈骗集团的重要首领 一起到澳门的威利斯人饭店 并且去连他们去哪一个重要的休息区都知道 是凯旋门9号 这个事情都被爆料出来 而这样的事情就是黑天鹅事件 为什么 因为你没想到是连凯旋门9号 这个都会被造出来 还有竟然是跟搞庞氏骗局的人在一块 连这样的人的证据也被造到 这就变成黑天鹅了 那么大家就会认为 那你整个民党是烂透了 所谓形象很好 所谓本来被立为大阿哥的人 竟然就是一个专门跟黑道搞在一起 专门搞色情的人 这样的人竟然叫大阿哥 这当然让大家觉得 过去的七年半的常英文的执政 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更严重的是 他可是整个新潮流之前的头统 新潮流是什么派系 那就是赖清德所属的派系 赖清德既然在这种派系之中 新潮流有这么多的人 一下子是黑金 一下子是搞各种黑道的联盟 再不然就是去搞风流事件 几乎你见不到他干什么好事 而发生事件的人加总起来 真的是五次多破都已经有了 那么你还会觉得新潮流是好人吗 看起来他们是结构性的犯罪 而赖清德就在这一群结构性的犯罪的 同伙里面被推出来 你觉得赖清德是好人 如果还有人以为他是好人 那肯定是脑袋有问题的 只是大家谁也没想到 这个郑文燦居然可以连锁的被爆料 这么多 如同郑文燦他在2022年也被爆料 他那个写的四川村长的那个论文 是假的 是抄的 是抄人家四川的 这样一来又是另外一个黑天鹅效应 因为谁也没想到 他是台大毕业的人 照理说写一个硕士论文问题不大吧 可是平原问题就是这么大 他连写个硕士论文都有问题 而今他的学历这条自动删掉了 他只剩下台大的政治系毕业 所以黑天鹅与灰犀牛效应都在郑文燦身上给产生了 他当然造成台湾政坛巨大的震撼 感谢你的收看